要吃要喝的这小子每天 你有没有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啊 爷爷奶奶打招呼啊 叫叔叔阿姨大家好 对呀 你说叔叔阿姨大家好 不管了就要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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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只想吃 对 现在只想吃 吃 吃 酸奶 兄弟们 给我 给老爷吃一口 老爷再给他吃一口 给你吃吧 刚准备过来告状是不是 对 好了 你在这里吃酸奶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我们今天要干嘛 虎哥 来看小鹅 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鹅兄弟们 我们的小鹅出来了 今天是我们小鹅出来的第二天 24个蛋 出来10个小鹅 别的蛋全部报废了 刚长出来的 这个毛茸茸的还是挺可爱的 小鼻子小腿的 对 看了以后有八只 身体还是不错对吧 对 有两只身体不是很好 还有一个便移的小黑鹅 我就搞不懂了 我买的明明是大白鹅 为什么给我发了一窝小黄鹅过来呢 这下它就变白了 长大就会变 对 那还不错 这两只身体不好的 你看吧 它身上永远像刚洗过澡一样 这个毛稀稀疏疏的 也没干 头大 脚大的 就身体小了 这两只 对 为了防止它感冒什么的 对吧 对 我们一会儿要给它采取一点措施啊 兄弟们 给它身上弄干一点 吹风机 对 我们现在要上吹风机 兄弟们 给小鹅 毛吹干了 这样它就不冷了 不然你看它们都挤在一起 挺冷的 其实吉利亚的中午啊 还好温度 嗯 好 来 红盒把它头挡起来 脖子那里给它来一块 对 对 啊 就是这 这边水汐啊 比较大哦 好了 行了 你看这两只 吹完以后 哎 好看多了 是吧 虎哥 这才像个正常的 可爱的小鹅嘛 我们还准备了水 一会儿要教小鹅们 喝水 兄弟们 刚出生啊 他是不会喝水的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什么 除了给它吹干 喝水 还有呢 还有打针 对 一会儿还给它打针 还有一个 吃饭 对 我们还准备了生菜 合格开始 切一切 切剩菜 我们要教它喝水 吃饭哦 切的小小小小的 对吧 嗯 小小小小吃生菜 还吃什么 吃红薯叶子 嗯 包菜 包菜 生菜哦 小心别切到手啊 嗯 可以 可以再恒就去 对 聪明 这样一弄的话 哎 这个大小小鹅就能吃了 这个有点坏了 认了 在那生菜这里很难买 很难找到 很难找是吧 雨季到了兄弟们 很多像这个生菜啊 就用淹死 好了吗 再来一刀吧 再来一下啊 嗯 我觉得可以了 合格 对 叫抓一点 看看小鹅吃不吃啊 来 看一下 宝贝 宝贝来吃菜了 来 我的宝贝 快来 嗯 哎 他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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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个吃了 哦 这个小的在旁边吃了 是吧 嗯 那小黑鹅怎么不吃啊 你看 他得吃 我得教他一下 他得吃 快吃 你快吃 嗯 小黑鹅听话 我爱你 快吃 这个也吃 可以啊 小鹅还是吃的 兄弟们 不要咬我的手 吃菜呀 孩子 哎 吃点菜 马上长高高的 大大的 肥肥的 肥肥的 一个长个七八公斤啊 一个长个七公斤 快吃 不咬我的手 吃菜 哎 可以吃菜了 兄弟们 教小鹅吃菜 还是挺简单的事啊 你看 哎 快吃 你老毛 哈哈 把毛当成生菜了 快吃啊 我手都举累了 你吃啊 啊 好 他这个小的吃一点 我们还真吃青菜了 吃菜 把菜都拿过来 进去 中午啊 我没放在这个箱子里头 中午让他们出来放放风 兄弟们 这家的中午温度也就在 二十七八度 温度应该是够了 不会着凉的 如果他们冷 我们还可以用吹风机 给他们吹一吹 哦 哦 什么 去向向天歌 去向向向歌 白马熟绿 黄马熟绿 进宫 放在地上让他自己吃吧 你懒得是 他没这样吃 到下午这么 四点 五点我们就把它收进来啊 收到这个箱子里头 给它开个三十度保温就行了 温度也不能太高啊 太高现在 以前复旦的时候都是三十七八度 放这里 在这里小碗就爬下来 我的天哪 这孩子 嗯 你吃的到处都是 一会儿又要洗澡了 咦 啪啪 上水 对 吃饱了 还得喝足了 我们要先教小鹅们喝水 对吧 抓一个过来 干嘛呢 猴哥 把他头啊 放在水里头 来 这样 习惯水了 他就会了啊 快喝 快喝 这小黑鹅不听话呢 他跟我软抵抗 还对 对 喝几口就行了 再喝一口 嗯 太酱了这孩子 都不喝 都不喝啊 反复几次再行啊 再换一批小鹅 弄个三十次 这个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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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小鹅都听话 喝两口就行了啊 赶紧的 对赶紧的 喝完水一会儿还要打针呢 嗯 他饿了 大家看到了 嗯 他应该喝饱了 哎 这个也喝了 好的 学会就行啊 学会就进去吧 给你看看 这是小鹅 知道吗 摸他一下 爱他 小鹅 他可爱 摸他摸他 哎 对 他是小鹅 哎 哎 哎 他摔跤了 我比你了 我比你了 好玩吗 小鹅 啊 哈哈 他害怕了 你把我们鹅带到拿去 给我 给我呢 他叫小鹅 他很可爱的 你看 摸他 摸他 啊 爱他 对 好玩吗 摸他 对了 亲他一个呢 亲他一个 哈哈 亲小鹅了 哈哈 亲他一个 亲他一个 啊 给猴哥 对 不要抱他嘴 哈哈 他又这样捏了 可爱 以前那个小狗出来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抓小狗脖子 是 啊啊 抱抱啊 抱抱 哎 小鹅 哎 你看 他就来了 来了 快 赶快进窝 别被小鹅 我给你捏死 哈哈 干嘛 干嘛 小鹅 要抱小鹅啊 别找只大的给你抱啊 这个小黑鹅给你抱吧 来 抱抱小黑鹅 哎呦 摔跤了吧 来 小黑鹅 他怕这个黑白 小黑鹅可爱 你摸 你摸 可爱 真的可爱 啊 你摸他 对 哎 可爱吗 好玩 对 两个手 抱抱他 抱抱他 对 这样 手 马过来 亲他一个 哈哈 亲一个 爱他 小鹅 小鹅对吗 他不要这个小黑鹅 他想要小黄鹅玩呢 小鹅 你说小鹅 嗯 小鹅 拿个小黄鹅给他玩一玩 啊 小鹅 小黄鹅他喜欢啊 不要抱他 不要抱他这里 抱他肚子不能弄他脖子啊 两个手 两个手 对了 对了 还玩吗 我想玩 有点害怕呢 这孩子 小鹅 打开药 打开药 我们准备给他打针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小鹅温 疫苗 抗体 对吧 嗯 这是应该是第一天 给他们注射的 我看他们昨天那个太小了 我们第二天给他们注射 兄弟们 吃饱喝足了打个针 然后快乐的睡睡觉挺好的 现在就算两毫升 一个小鹅打0.5毫升 意思说咱们这么多可以打四只小鹅兄弟们 你这短比较给他来摸啊 哎 不然呢 小鹅 你这 嘿嘿嘿 你怎么的高 嘿嘿嘿 开始了兄弟们 给小鹅打针了 打针 捏着他的脖子 打脖子上的皮对 一点是吧 一点是吧 好了 放在那里 不要弄混了 那人家给小鹅打针 不能打到他脖子对吧 嗯 捏着脖子上的皮 然后呢 从这里进去 好了 我大概弄了0.4哦 我害怕打多了以后 对他身体不好 原来难得 为了养个鹅 我连兽医都学会了 嗯 打针 打针身体好啊 以后不会得群流感啊 啊什么 轻流感 对 我看针身体里 啊 这个不是轻流感 这是小鹅温 就是鹅啊 不会生温病 越打越熟练 越打越熟练 这个怎么搓不动啊 不好 这个可能有点虚骨 好了 大功告成兄弟们 小鹅现在已经打过针了 快乐的在这里生活 睡着了是吧 对 刚刚打过针 大家好像 都快怕了兄弟们 你看 躲在一起睡觉了 啊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 预厨箱来用了 一开始是复旦的对吧 对 我们把那个滚轴卸掉以后啊 就形成一个预厨箱了 老二来给我们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对 把锅盖给它盖上 盖锅盖 对 盖上锅盖没事啊兄弟们 这里是它可以透气的 这两个孔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孔 是吧 是给它们透气用的 并且上面还能够控制温度啊 插上电嘛 下面那个风扇 比如给关了 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风扇 给它空气循环起来 然后我们设置的温度 给大家看一下 是31.5度 应该是刚好了 现在我们室温的话 室温都30度 你看 温度跳得很快啊 晚上他们就是在这里面睡觉了 就这温度还高的 我们外面温度 居然比里面温度还高是吧 对 那打开 把电拔掉 自然通风就行了 打开锅盖 行了 就这样让他们在里面睡觉就行了 兄弟们 到了晚上温度降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盖子 给它盖起来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兄弟们 我们要跟叔叔阿姨们再见 对不对 对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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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大家下期待啦 比心一 嗯